大家好,我是扎索 上节课我们已经讲了DMeta 如何使用变量来模拟多个用户 这节课我们主要讲一下DMeta 如何在命运行下面的使用 因为有时候我们讲在Linux上做特使的 我们在Linux服务器上基本上是没有配音界面的 我们这节课主要来讲解一下这个 其实这个使用非常简单 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在Windows上先录好一个叫GMX文件 这样就是我们的录脚本的过程 然后把我们这个脚本上传到Linux上 然后执行一下这个命令 就是那个叫DMetaSH 这个是DMetaSH的 然后-N-T-N什么意思 -N应该就是不使用推行界面的意思 -T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脚本test-7直接上的脚本 然后-L without 就是我们的-L就是输出结果 就保存的输出结果到哪一个文件里面来 OK,这样它会把整个测试完成之后那个文件 保存到这个文件里面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下载到我们的Linux上 然后再导入到我们的GMeta里面 就可以看这个结果了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一会儿我们再演示一下怎么来使用 在演示之前我们先讲两个小东西 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个Redis的压策 因为我们这个系统有啥这个功能 它里面是我们用到的Redis Redis它本身它的效率非常高 我们看一下它的QPS能到多少呢 我们压策一下它 那Redis如何做压策呢 Redis本身它提供了一个工具 叫Redis Benchmark 用这个工具就可以来做压策了 OK,我们先做一下这个 大家先来学习一下如何对Redis做一个压策 我们还是连上我们的那里的服务器啊 连上 OK,看一下 我们的服务起来了没有 写错了 对不对 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器啊 现在已经启动了 OK,我们就执行一下 这个命令一较长 然后再复制一下 这个代表什么含义呢 这个-A车不用刷了对吧 -P也不用刷了对不对 -C100-N1万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是起了100个并发 然后呢 这总共是个十百千万 十万个请求 比如说我们模拟啊 100个并发发十万个请求 看一下什么情况啊 看见了 他这里边啊 会有一些输出 对不对 然后呢 不停的打一些输出 我们看一下 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这里边的输出 他会说 敲选一些Redis的一些支持命令 然后呢 就对这些命令啊 多了这么一个颜测 不看了 我们先直接返回吧 敲选一个看一下对吧 比方说我们挑一个简单的啊 随便找一个看一下 他那个结果啊 输出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一下GET吧 对吧 他说了 这十万个请求 在1.6秒钟已经完成了 哦 可以看到啊 他的QPS是非常高的 对不对啊 1.6秒可以完成十万个请求 对吧 100个并发口段 然后呢 它是三字节的一个pillow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请求 它是以三字节来查试的啊 kplow是1 对吧 然后呢 里面列出了一些详细的一些数据啊 然后呢 79%是小于一个毫秒的 96%是小于两个毫秒的 大概一秒钟能完成六万两千 对吧 695个请求 他的QPS相当高啊 是6万道 对啊 他说我这个服务器啊 信用的不是很高啊 因为我是用了一台虚拟机 对吧 一个双核的一台虚拟机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四核的 或者八核的 那么你这个QPS还会高 所以说 Reddit本身啊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地方 现在缓团用的非常多呀 对吧 就在这里啊 它的效率啊非常高 这是第一个啊 我们再看这个 哎 这个是另一条命令啊 我们挨个来看一下 这个-Q-D100 这是什么含义呢 啊 这个Q就是Quiet的意思啊 就是一个 它输入比较少一下 -D100代表的是一个字节数 刚才我们说了 它是以自己啊 三个字节为单位来测试的 这个我们是以100个字节来测试的 我们看一下 OK 看到吗 你看这个加勒加-Q之后 跟之前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输出东西非常少了 你看吧 不像这个那么详细啊 这个东西会稍微少一点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以100个字节要测试的话 它的QPS是多少 一秒钟是七万多的 对吧 GET一秒钟是七万多的 效率是相当高的啊 OK 我们再看下一条命令 这个 OK 一样啊 这个什么含义呢 就说我们这回还是-N是十万个 总共是发了十万个请求 然后呢 -Q呢 还是刚才那个 只是做一些简单的输出 对吧 然后呢 FET和LPUSH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啊 只测试FET命令和LPUSH命令 其他命令我们不关心 如果说不加这个东西呢 它会怎么做 把所有的命令给你便利一便啊 很多命令都给你输出了 但这个地方现在呢 我们只测试这两个命令 看一下 大概是这样的 对吧 输出结果 为什么这个-Q没起断位啊 都写破了 好 可能写破了对吧 -Q 这是对的对吧 只输出了FET和LPUSH 你说我们只测试 这两个命令的一个 压策情况 对不对 OK 再看下一个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 只测 某一个操作 哎呀 我们就做了一个啊 大家看 -N十万个 不用说-Q 也不用说 这个script 也就是说 script里面什么下 load resit call SET 也就是说 我们只执行这条命令 对吧 就像做一个牙策 来看牙 哦 这里啊 可能是有中文 对吧 我在做这个 测试中文 看到吗 他现在就说 我们只测试 这条命令 script Forebar 这条命令 他大概一秒钟是 七万六千左右 所以说 这个redis 它性能是非常高的 一方面说 redis的性能非常高 第二方面我们要学的 我们是用redis benchmark 这个工具 对他做了一个 这个工具的使用 对吧 大家现在一秒就掌握了 对吧 这个话题过 我们再看下一个话题 我们下一个话题 讲上东西呢 什么人boot 如何来打wap 迄今为止啊 我们的程序啊 都是打这个炸包 对吧 然后用java-炸 哎 或者是用卖函数 直接就给启动起来了 但是呢 有时候呢 我们可希望呀 把我们的程序 是打成一个wap 放在我们的汤幕开的下来 对吧 那种形式的运行 那如何来打一个wap呢 首先两步啊 很简单其实 只要修改一下我们的泡沫就可以了 第一个 是添加saprainboard data tomcat一个provider依赖 这个provider依赖 什么东西啊 就是编译式的依赖 运行时是不需要的 运行时的时候 是不把这个炸包打进来的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运行时 是有tomcat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这个tomcat的 这个依赖就不需要了 然后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mavenwap的plugin 就默认情况下 是一个炸plugin 打炸包 这回我们需要打wap 我们就改一下这个wapplugin 就OK了 我们试一下啊 这个东西啊 就是说实际上来说 不是什么太难点的东西啊 给大家讲一下 对吧 14点 要把它给移漏了 这还是我们这个代码 直接给我们的pump就可以了 实际上第一步 添加一个tomcat的依赖 一个provider依赖 scope是provider provider的意思就是说 编译式依赖 因为我们要代码编译通过 运行时是没有这个依赖的 我们运行时是不需要这个依赖的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我们要 参加一个plugin plugin在哪里边 在我们的下面 在我们的build里面 ok 我们的 哦 这边还没有 没有我们就加一个对吧 加一个build 诶 第二个里边 是有一个plugin 这个实际上就是给下pump 没什么太多 诶 这个plugin 应该是一个plugin 它外层还有一个plugin s 它是一个组 plugin s ok 我们拿plugin 第二个plugin plugin s 诶 这为什么有问题啊 看一下啊 plugin 然后呢 plugin s 诶 对吧 没有问题 然后呢 是file name project ok 没有问题啊 这个file name 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打出来 那个wab 它的名字 我们引用的是project artificialID 看一下我们的artifactID artifactID artifactID是这个 所以说我们打出来 应该就 秒杀点 挖了 然后啊 我们的package改成挖 这样 我们来试一下啊 打出来是不是一个挖包 能不能跑 诶 改完泡沫之后啊 还需要改一个东西啊 改一下我们的这里 改一下我们这个东西啊 这种现在啊 我们需要一直让它 继承一个东西了 就把它跑不起来了 就继承一个这个 叫 sqln 然后呢 重写一个方法 重写哪个方法呢 看一下啊 重写的是一个就 哎 记不清了 我们看一下 就config这个方法 然后呢 这里边啊实际上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把我们这个车里边 build the source main application 给class 主要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样 现在来说啊 我们这个应用啊 就既可以 以挖包的形式来跑 也可以以炸包的形式来跑 现在啊 我们就打一个挖包来看一下啊 OK 怎么来打挖包呢 我们啊 直接切换到我们的 这个呢 命令行下面来 诶 打开我们的 vain加2 CMD 打开我们的 come on 我们 交换过去 然后呢 命令 clean packing 看一下 打出来的挖包 挖到tomcat底下 看看能不能跑 对吧 我们主要是实验一下这个 稍等一下 稍微有一点点慢啊 然后 他现在应该是在 诶 正在必要的我们的挖包了 完事了 对吧 我们看一下 dia 对吧 滴滴到tug的下面来 ok 成了 我们扭杀点挖包 然后呢 我们现在啊 把这个挖包 抠出来 抠出来 对吧 抠到我们的 挖包 抠到我们的tomcat下面 对吧 我们的tomcat 这里有个tomcat 这里有个tomcat 本机装了一个 这些东西没有用的 我们就先删掉 好 这里边也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要了先 这里边是之前有一些 测试的一些东西 先删掉了 不要了 为了我们看起来好看啊 就直接扔到我们的 里边来 然后呢 启动一下我们的tomcat 实际上我们这里 就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来打网吧 没的东西 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 OK 我们啊 打开我们的浏览器啊 看一下 localhost 8080 然后呢 我们是login 下边的tomcat login 撤到我们的登陆界面 好 这里啊 有个小问题啊 我们这样部署之后啊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contest的路径的 对吧 在这里 讲好我们的 contest的路径 如果想没有这个路径的话 那你只能是搞到你的 入他下边了 对吧 现在登肯定也登不上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登的时候 没有带上这个路径 对吧 这里无所谓的 这个啊 如果说真正部署的时候 直接把它部署到 入他下边就可以了 或者说 那你的contest 部署成空 就可以了 对吧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里